政府在5月宣布保就业计划重新推出 在5月12日正式申请 推保就业本身也是陈和波和林志玛联合推出 当时估计会用390亿元 去保5月、6月和7月的就业 保就业是怎样呢? 就不是说保就业就等于保就业 就是雇主不准解释人,不是这样的 保就业的意思就是说雇主在去年尾 或者甚至在第一、第二阶段的保就业期间 他究竟聘了多少天 接着就用这个强职金纪录去做申请 强职金纪录就没错了 就是说他用雇员工的强职金 就是说这个雇员本身是他的工人 是他的员工 接着就不是记住员工的名字 只是记住有多少个人供了强职金 是数字 只是记住数字 譬如他供了100个强职金 他就可以今次申请保就业 最多可以申请100个名额 那个名额就是5月、6月、7月、3月 每个月都有100个名额 这个名额就是说他拿了之后 政府每一个名额就给8千元津贴给他 去补助他申请这个人 这个人不一定等于他之前申请人的名额 就是说之前他申请了A至Z 26个人 他现在申请26个人 他现在申请26个人 在5月、6月、7月 他只要交26个人的强职金纪录 不需要等同本来申请26个人的名额 不需要的 他只要在5月、6月和7月 供足够的强职金就已经足够了 而供强职金之后 他基本上就已经满足了要求 他就不用被惩罚 如果供不回强职金纪录的话 那就要惩罚了 他就要赔钱给政府之余 还要赔10%的惩罚 即是说如果他 我现在答应请26个人 但结果我请了20个人 那6个人的8千元就要给政府 648元就是48000元 还要多罚10% 即是4800元给政府 一个月内 那就很高息的 整件事就是这样 这个做法是怎样呢? 就是令政府可以保证 他撥这390亿出来 可以保障到160万人的饭碗 饭碗不是保障别人被炒 而是雇主如果炒了别人 一定要填补另一个人 他才可以有强职金纪录 才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整件事最简单直至看 最简单直至看 就是政府的要求就是 要保证他的就业人口 不要再大跌 令到他的失业率 不会再攀升 这是很明显政府的做法 其实是出述的 香港基本上很多人被倒閉 很多人失业 很多工商业都要减人 但是政府这样做 就变相令到雇主 在5月、6月、7月、3月 是一定要聘请多些人 去满足他和政府拿钱的数字 变相政府可以改善了失业率 好了 政府这个承诺 雇主申请了就要做了 但是钱什么时候拿到雇主里 又拖 政府又拖 为什么呢? 保证的申请 大家众所周知 政府预计390亿元 加上行政费用440亿元 430亿元 用40亿的行政费 就是一乘的行政费 不算的行政费 不要说行政费那么多 用来做什么 理论上的批核应该很快 因为你在说40亿元的开支 40亿元的开支 包括了可能银行体的转账的一些程式 包括了批核使用的人员 或者电脑系统 这些全部用成40亿 很多钱 你派390亿 是要用40亿个人员开支 很多钱 都不要紧 但是到现在 由5月12日去申请 去到5月31日 不是今天 是5月31日 但是它用了20日时间 政府原来只是处理了13.3%的申请 390亿元的保证业 它只是批核了当中的52亿元 那就是说 大部分的雇主到现在 都未知道 或者未拿到钱 那就是说 5月已经到的了 要出粮了 那就是说 政府哄一些公交企 去保住人的就业 你请他们 请着他们 我会补一百千元给你的了 但是到出粮了 拖到出粮了 6月都到了 5月的补贴都还未出现 那这个政府这样的探望板 有什么原因呢 原因我认为 和陈茂波有关 陈茂波在上个财政年度 上个财政预算案上 就是说 他自己承诺的 在6月30日 特医界的政府 就会过契 大约9千亿元的储备 给新政府 那就是说 他在财政上 在一年政府 就不断用钱和收钱 那陈茂波有什么收钱方法呢 税收 印花税是他收钱方法 政府是费用 还有一个就是他发债 他发了立刻的法律式债券 那就是香港年金 去吸纳了一批 债券 那都是几百亿元的了 那就是说 把几百亿元放入库房 用回一些资本性项目上面 那恒常开支 是变相用少了四百亿元的 因为它多了四百元收入 好了 跟着本来的逆周期措施 今期的政府 今届政府承諾是千二亿元的 累积四千七亿元 四千七亿元 这千二亿元当中 保就业、派钱 或者中市的贷款 已经要转大部分了 在保就业方面 它是拖拖拉拉 到现在批得13% 你可以预计到六月尾 可能它批得不够四成 即是说 简单说 它就变了 剩下用的钱 就算到下一届特区政府 不关它事 因为它还没批 它还没批出来 即是说 保就月的三百九十亿元 它在今届政府用的钱 就将会用少了 原因是因为 推到下一届政府用 因为批核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中市的贷款的百分百 它说到很多 又说要加码 加到九百万 据知道 现在未有人成功拿过 还以为本身申请的 六百万为私领的 百分百贷款 现在都停了 目的就是要拖到六月之后 让账目算到下届政府 第三 包括了大家的消费券 它派了一半 但是另一半 它又坚持到七月才派 那就是一样道理 它就要把那些钱 另一半使用的钱 三百多亿都算到下届政府 这样才算到九千亿的储备出来 简单说 邱和波其实是做了数 是一个假的数 现在中国大陆大水满灌 去禁止经济 它们做法是不会被你这样停止 但是香港政府现在 就是拦截了香港政府应有的开支 和一个逆周期的措施 它的目的就是做好盘数 北京你看这些人应不应该 是获得是重用呢 它究竟是不是父母官来的呢 它其实为了自己的职务 为了自己做好盘数 接着就不管整个社会死活 这个呢 林郑政府 或者甚至陈茂波 都挺大责任的 希望北京 是看清看彩的一件事 它们在逆周期措施上面 捏着个荷包 特地不放钱 目的就是要令到 在6月30日的交盘数静 这个纯粹是陈茂波 帮自己抹静自己招牌 但结果就腐害了香港市民 这个希望大家都知道